全油管最快新闻,近日,安徽某地一对残疾男女在他人帮助下完成婚礼,引发巨大争议。 视频显示,男方精神二级残疾,女方致力二级残疾,两人为办理结婚登记手续。 当地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表示,根据法律规定,二人的婚姻无效。 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,并将对家庭情况进行跟进了解。 权威知情人称,双方家庭只是考虑到具体情况,试图让二人结合,并不存在买卖婚姻。 律师表示,精神二级残疾和致力二级残疾不符合结婚登记条件,婚姻会被认定为无效。 此事仍在调查中,上游新闻将持续关注该事件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